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天爱的八天父 在你所定的日子 在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 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来以我们的神为乐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来欢呼缺耀 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的生命 是基督的爱所不能被隔绝的生命 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要将你喜乐的灵浇灌在这里 将你得胜的灵浇灌在这里 让我们心中因着你而得胜 因着你而喜乐 天爱的八天父 求你在此刻你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 让我们一同来被你得着 也深深地更认识 谢谢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以神为乐 其实每一个主日 我们来敬拜神 我们的主日崇拜 是怎样来形成的呢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服侍者 从招待到做饭食的 到带孩子们的 以及我们的敬拜团 我们的师班 我们讲到的和听到的 什么是传道 如果只有我讲 没有你们听 这个主日不存在 因为传道最终的目的是抵达 每一位弟兄姊妹 所以传道最终的目的不是讲 传道最终的目的是听 是你们能够因着上帝今天 使用我这个卑微的器皿 将祂的话 将祂的心意 传到你们的心里 成为你们生命的力量 我们教会 有很多弟兄姊妹 还是受洗不久 我们教会好像 我觉得这点特别好 永远是新的教会 我过去曾经在的教会 好像十年都同样的人 这个教会 我每次回去 大概几个月回来 就有三分之一不太认识 我发现彼此都是这个感受 这个是好事 说明神使用我们的教会 成为一个窗口 进入神家的门口 大门 但是我们教会中 有很多弟兄姊妹 新来到美国 新来到教会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我们说人的尽头 才是神的起头 如果我们毫无困难的人 他其实比较难进入教会 有的人是生活中的困难 有的人是身体上的困难 有的人呢 其实是心灵中的困难 生活和身体上的困难 都容易过去 心灵中的困难是很难的 因此我今天特别想这样 这篇道以神为乐 就是给各种 我们弟兄姊妹 在各样的困境之中的 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是在一个非常保守的教会 我一直说 在那个教会 差不多至少是哭了三到七年 每个主日 因为这教会天天讲的都是死 不是说不要讲死 问题是 我刚刚信主 当时特别喜乐 是不是受洗完特别喜乐啊 对吧 特别喜乐 然后我们的师母就跟我说 十字架的道路是艰难的 你是会越走越苦的 你今天是蜜月 你后面全是苦的 他的心意非常好 是好心让我知道 这条路是苦的 但是整个 我当时那个教会 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团体 一次没有团体 比我们当时教会大 就这么四五十人 每天都觉得 我现在回想有点找苦受 任何一件事来 我们先从苦的那个角度来看 怎样满足神的心意 就形成一个概念 中国人原来就有一个概念 就是修行 下面有人说修行 就我越苦 老天爷好像就越高兴 对吧 我爸妈也越高兴 苦着学习 苦着干嘛 信主以后更觉得要苦了 为主吃苦 我讲过很多道 但是是不是越幸越苦呢 我今天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喜讯 就是越幸越喜乐 那怎么样才能喜乐呢 我们今天就借着神的经文来看 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 如果你们有圣经 就可以把它翻开 我一直是比较建议带圣经的 比可以在圣经上记 其实手机圣经我也不反对 好 我们来看 先看一节和二节 既然是说要以神为喜呢 我们就先看一下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是怎样一个生命 是以神为乐的生命 是怎样一个形成的 它的特质是什么 五章一节说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相合 我们又借着他 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 盼望神的荣耀 这里我们告诉弟兄姊妹 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前提 我们要进行一个 以神为乐的生命 他有一个前提 就是对我们救恩的认知 就是因信与神相合 什么是相合 为什么说 耶稣基督来 拆去了阻断的墙 这个墙不仅是你我之间 仇人之间的墙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墙 就是罪人与圣洁的神之间的墙 那个墙其实就是隔绝 因为有罪的人 罪人的人 他与圣洁的神 他无法见面 所以耶稣基督是来拿掉 要拆除这个隔断的墙 使我们跟神和好 所以今天你无论是有怎样的情况 经常有朋友说 哎呀我现在还不够格成为基督徒 我说你讲这句话都是表示你比较骄傲 因为你都还想着格和不格 够格不够格 一个人只有发现自己完全不可能够格 他才会接受耶稣基督 所以这里讲到因信与神相合的意思 就是与神之间没有再相隔的了 那什么是信呢 信就是与神的联合 不是说我相信有神 而是说信而跟从 信而顺服 就我们讲的一句俗话叫信进去了 是吧 你有没有信进去呢 信进基督里面去呢 就是与神相合 所以你要想以神为乐的生命 第一就是因信与神相合 然后你就站在一个生命的地位 是站在恩典中的 在神的恩典的包围之中 而生命的状态呢 是欢欢喜喜 生命的本质就是盼望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整个生命的本质是盼望神的荣耀 这四条 哪条对今天的你我最困难呢 似乎就是欢欢喜喜 我们很难做到随时随地欢欢喜喜 我们看 他紧接着 所以罗马书啊 我非常喜欢罗马书 罗马书保罗的书信 他写的是一层一环扣一环 他紧接着就告诉你 就是欢欢喜喜 在顺利的时候 在神祝福的时候 欢欢喜喜一点都不难 难的就是在患难中 以神为乐 在患难中如何欢欢喜喜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脑念 脑念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今天主要不讲患难 这段经文其实讲过多次 我以前听到听得最多的就是这段经文 今天不讲患难 讲喜乐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一个过程 患难里面 为什么能生出忍耐呢 因为相信神 因为跟神连接在一起 在患难中 你才能忍耐 所以患难的时候要祷告 对吧 加起于神的连接 那忍耐为什么能生脑念呢 那就是患难多了嘛 你常常地经历患难 又常常地在患难中遇见神 与神同行 你就知道在患难中神不会离开你 所以你就脑念了 所以觉得这个患难过不去的人 要么就是第一次患难 一贯都很顺利 第一次患难 要么呢就是每一次患难 你都没有好好与神一起过 就都白白受苦 就这两种可能 你就特别忧愁 患难经历惯了的人 又常常盟主怜悯拖住的人 通常就很老念 正好看到师母 师母就很老念 有各样的病痛 各样的患难 我跟师母还是比较 要认识很久了 对吧 就很老念啊 所以她就不会很紧张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你在患难中非常紧张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你过去的患难白受了 今天开始学习与神同行 那当你老念了以后 你就会有盼望 而且这个盼望是不至于羞耻的 为什么不至于羞耻 今天我们特别要讲的是 因为神的爱 为什么患难 我们不至于羞耻 那每个人在患难中 都有向神的祷告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 我觉得我信主前是一个很顺利的人 信主以后我替别人祷告都特别顺 所以很多人喜欢让我带祷 但我替我自己祷告就没那么顺 常常是我专门祷告的事都不成的 对吧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愿望嘛 那为什么还能不至于羞耻呢 那不是羞耻吗 为什么你觉得基督徒 特别那些老基督徒 特别我采访过很多上百岁的老基督徒 九十几一百年级的老基督徒 他们一生中很长的日子 二十年甚至二十多年 在监狱中度过 他们在监狱中不是患难吗 患难的时候没有祷告吗 为什么没出来呢 为什么那个门没开呢 他们到老了没有疾病吗 而且我采访了很多老基督徒是 终生都是 特别是至少是他中年以后都是单身 一个人过衰老的日子并不容易 他们那个喜乐 那个平安 使我非常的羡慕 为什么呢 我常常在想如果从人的角度想 他们原来 我采访了很多人都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 教授甚至 为什么他们不觉得羞耻 如果从人的角度 不是应该你也没有大富大贵 你还身体也不一般 然后你还大部分时间都没能好像干成大事 不是要羞耻吗 他说没有羞耻 只有荣耀 你会看见他们生命的镜头 是荣耀照在他们身上 但我也认识一些高官 一些大商人 老年 他们应该有荣耀 但他们其实没有 你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跟你说当你走近他们的时候 你发现他们的内心 或者他们的生活 都是一地鸡毛 所以荣耀 羞耻 并不是以我们眼睛所见的 以社会价值观来判断的 当你站在生命的终点 站在死亡的面前 你才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荣耀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叫不至于羞耻 是不是神每一样祷告都答应你 你就不至于羞耻 他说不至于羞耻 是因为神的爱 今天我们要特别讲 因为神的爱 从几个方面讲 第一 神的爱就是为罪人死 五章六节到八节 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为义人死 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 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不怕死 并不难 我在我们教会 跟张牧师和庇佑长老不能比 但比大多数人年纪都大 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接受革命教育 你知道我从小最羡慕谁吗 我从小最羡慕两个人 一个是我资产阶级家庭给我的一个传统 就喜欢钢铁怎样炼城里面的东利亚 资产阶级小姐 但我很遗憾她最后没有跟革命走 第二个我最羡慕的 最甚至当时崇拜的 就是江姐 笑的人都跟我年龄差不多 千万别笑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 我们就跳那个江姐绣红旗 大家都知道我会跳舞 我们绣红旗跳那个舞 我当时就想 哎呀 我如果被竹签擦这个手指 我能不能扛住 我如果要被枪毙能不能扛住 我常年累月地想这些事 就我们儿童时候 我就觉得我要做一个女英雄 我甚至自己经常拿个竹签试一试 恰一恰 你们现在觉得很可笑 但当时我就觉得 最好不要受刑 直接把我枪毙 死不怕 其实在中国历史中 为了理想 甚至为了一个艺人 就跟随他的人 等等 去死赴死的人 绝不在少数 我不太像女孩这一点 我特别喜欢历史 喜欢历史中所有那种 去被义赴死的人 但是我读到这段经文 我特别感谢 你我 你我配让谁为我们赴死吗 你我不是义人 你我是罪人 我们这一辈子 最多就是能替别人赴死 已经很了不起了 我们怎么可能想象 有人为我们死 但是 神 耶稣基督 却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 并且他死的时候 我们不认识他 我们活着的时候 我们没有认识他之前 我们有多少 对耶稣 对上帝的否认 嘲笑 拒绝 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 我们来赞美后黑学 但是他却为我们这些 崇拜后黑学的人 崇拜人不畏己 天诸地灭的人 却死在十字架上 这就是神的爱 为罪人死的爱 使得让我们在患难中 相信主的同在和不变的爱 你在患难中 有些患难 使你就会想到自己 好像有很多问题 对吧 哎呀我可能是做了这个事 你看遭罪了 我婚姻不好 我之前实在是不懂 怎么样相处 我也有得罪我配偶的地方 今天造成这样 或者我当初没有好好学习 弄得我现在这样 等等 你会自责 甚至自责到一定程度 觉得自己就不是 上帝所喜悦的 自己 就是个 什么叫中国人 经常我们上海人 就是倒霉蛋 我这就是 就这样 神 创世主 就是把我造坏了 或者说 我就是赐品 没造好 或者就是一手好牌 已经打烂了 所以我们就自暴自弃 我们在 那个最困难的时候 在罪里面 我们无法相信 神仍然爱我们 这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 无论你在怎样的罪中 你要知道 上前你不认识他 这是最大的罪的时候 他都已经为你死了 他把你看成 至善至美 神的儿子 把你事先就看作为义 所以为你死 这是神的大爱 第二 就是免去愤怒 他不仅为你死 为你死 能做到 那第二步更难的是 免去上帝 在我们身上的愤怒 就是惩罚 现在我们既靠着 他的血称义 就要借着他 免去神的愤怒 这里讲到一个 保血的功效 现在弟兄姊妹 我们要以神为乐 你乐不起来怎么办 乐不起来 我们就要来思考 为什么乐不起来 刚才是一条 我就在最终 对吧 我自己犯的错 使我没法堂尔皇之地 要求神给我喜乐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 其实我读过不少 因为读过不少心理学 当时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是跟师母一样 准备读心理学的 但当时我们那个地方 没有中国人 去实习的时候 我发现 中国人的心理 和外国人的心理 还是差很远的 就大家的点在一块 但我学了很多 这个学科 我就发现 人有的时候 一直在苦难中 其实有些情况 是自己对自己的 一种心理的惩罚 觉得自己不配喜乐 觉得自己不配平安 所以这里就要看到 保血的功效 耶稣基督的血 今天已经洗尽了你 一切的过犯 你要靠他的保血 当你相信他保血的那一刻 你就被洗得洁白如雪 你无论刚才 你做了怎样的措施 你发了怒 你骂了人 你伤害自己 但此刻 你只要向神认这个罪 你过去所有在婚姻中 在人生道路中 在等等事情上 所犯的过犯 你今天向神认你的罪 就被洗去了 你就成为一个解白的 可以来洗乐的人 而且这个洗乐 是你配得的 因为你相信了 耶稣基督的保血 他不需要你 做什么事 别的事 最重要的就是 相信耶稣基督保血的功效 你就得着这个功效 被洗尽 好 称义的意义 什么是称义呢 因他的血称义 只要你被他的血洗尽了 神就看你是圣的 就称义为义 而免去了神的份 所以我们说 披戴耶稣基督的保血 耶稣基督就仿佛一件血 披在我们身上 我们在他里面 我们如果读旧约 在以色列历史里面 你去看献祭 那个血要抹在台上 撒在哪里等等 那你以为献祭 一定是嚎啕痛哭的吗 不是 献祭完了以后就是庆典 所以以色列每一个庆典 前面都是献祭 对吧 那我们就预表着 今天的救恩也是 当我们来纪念 耶稣基督的死 接下来我们不是 一直痛苦在死里面 死后三天 我们就是庆祝复活 所以喜乐 这种爱 被免去愤怒的爱 让我们在患难中 相信神的怜悯 不妄加猜疑 而惧怕躲避神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 有没有躲避神的时候 我自己其实是有的 当我来躲避神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 这事情实在是搞糟了 或者最近命很差 我不知道你们怎样 虽然我很爱读圣经 但我有的时候 简直就是不想去读圣经 我明知道祷告会洗脑 我就是不想去祷告 其实这种时候 都是有一种心理 就是让我先 喘两口气吧 让我在罪中 喘几口气 等我有力量了 把我的罪给搞明白了 把这事挽回了 然后主 我再向你祷告 而且我发现 跟我很相似的 就我辅导的时候 我发现弟兄挺多的 我说你这个 跟姊妹去沟通一下 不就行了吗 或者你单位里面的事 你发了脾气怎么样 你去沟通一下 他等一等 等我晕一下气 等我好一点 等我攒点力量 现在简直一点劲都没了 我说你咋要 在这个痛苦的里面 攒力量呢 你会发现人很有意思的 明明搞得一塌糊涂 他要在一塌糊涂里面 攒点力量 明明就是这件事 把你压得软弱不堪 但你却觉得 我要在这软弱不堪里面 攒点力量 其实这种都是 没有真正的与神联合的一个表现 你以为 去见神的面 是每个礼拜天 都要穿成这样 来到教会吗 不是的 我有一个朋友 他曾经对我说 那时候刚信主没多久 他是一个 就是文化意义上 说很虔诚的人 他说呀 你说祷告就祷告啦 我说那怎么样 祷告你得摘戒 说你们基督徒这样太不行 手也不洗 香也不点 也不先进食 你们就祷告 我说这个吃饭前 那不祷告吗 而且其实也洗过手了 所以他很难祷告 他跟我说 他祷告的程序 哎呀 讲了一大串 那你就别祷告了 你恨不得 闭谷七天才能祷告 这样的宗教 怎么能使人欢喜快乐 到我的神面前来呢 到教会 我们要穿戴整袭 今天我平常都穿便装 讲道我要穿套装 整整齐系 但是平常到神面前 你是可以穿睡衣 可以穿戴着围兜的 家庭妇女正在炒菜 你可以穿着大裤衫 你可以光着咬牙 在任何地方 任何时间 你只要 哪怕你带着一身的误会 满心的伤痕 他都愿意宝宝 他就像那个父亲一样 宝宝他 那个离家的孩子 你想都在跟猪抢食的孩子 身上能有干净衣服吗 他里面会没有苦度吗 他都宝宝他 何况你我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从今天开始 无论你在怎样的情况下 不要靠自己缓这股劲 让神帮你缓这股劲 不要靠自己洗干净自己的衣服 让神帮你洗干净 直接披上他的衣袍 不要让自己 在眼泪里面 来继续 你永远继续不到的 改变自己的命运 人是积蓄不到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 让神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这个免去愤怒的神的爱里面 我们完全地不要疑虑 不要自我定罪 特别是神光照你 立刻就悔改 悔改就相信他接受 就相信他不再纪念 这样才能喜乐 就是第三个 神的爱 让我们得救的爱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 得与神和好 既以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 这里一讲到死和身 正好现在都是礼拜六晚上 给亚洲那边讲到 日本讲到 昨天就在讲死和身 罪和义 那今天这句经文 就是告诉我们 既然我们与神已经和好了 我们就要因他的身得救 什么得救呢 身体得救 更重要的是 你的心思意念都得救 你从那个 所有的记忆中 苦难的记忆 或者定罪的记忆中得救 你从所有 你曾经觉得自己 天生带来的坏脾气 坏身体 坏性格中得救 不要再对自己说 我就是 这人就是爱发脾气 我天生就是脾气大 我天生就是不爱说话 我天生就是怎样怎样 上帝给每个人的性格 他都是好的 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 他都能给你带来喜乐 所谓脾气大 不就是直爽吗 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 不动怒 那你的脾气大 就不是脾气大 而是为神的电大发着心 是不是喜乐 所谓不爱说话 好像很闷 跟人不散交集 那如果你来到神面前 就不是自我定罪 自我觉得好像自己不行 是社恐 而是觉得 哇 神给我这样的恩赐 不爱说话 可以尽心竭力 清心地在神面前 为教会祷告 为弟兄姊妹祷告 成为一个带导者 所以每一个性格 都没有绝对的坏 而是当你来到神面前 他就是你的恩赐 他就是你的喜乐 所以我们曾经与神为敌 但今天神儿子替我们死了 于是耶稣的死 使我们与神好好 那耶稣的身呢 就使我们得救 使我们过去的一切 都被神点识成经 阿们 以后不要再 我不希望听到 弟兄姊妹跟我来先讲 你就说你今天犯了 什么事情 不讨神喜悦了 可以 但你不要说 我这个人哪 当你一说我这个人 就是怎样怎样 那你就否定了 耶稣基督 已经赐你的新生命 否定了耶稣基督的死 使你重新活过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 可以到神面前 那我们今天 来讲到 我们今天最重要的 既知道我们的生命 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那么我们以神为乐的生命 要做些什么 然后又讲到了 可以让我们以神为乐的 最核心 就是神的爱 现在我们就讲 如何以神为乐 如何以神为乐 这一部分 我希望弟兄姊妹 下个礼拜 今天回去开始 就做一个操练 自己来操练 因为与神为乐 不是一个理论 今天讲的是一个操练的题目 大家可以操练 第一件事 就是尊主为大 我们看路加福音 一章46到47节 玛利亚的尊主宋里面 有这样一句话 玛利亚说 我心尊主为大 我宁 以神 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他顾念 他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 万代要称我 这句话 给我们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 玛利亚 我们想一想 他尊主宋的时候 他是不是已经看见 他生到儿子 然后已经坐在神的右边 成王了 有没有看见 没有 这个应该 这个福音书应该都读过吧 他尊主送的时候 他孩还没生出来呢 那他是一个什么状态啊 他是一个未婚已孕 丈夫差点要想悄悄修了他 但还是神派天使对他说 你把他娶过来 那怎么说 人家一看 你结婚了 你这肚子好像大得比较厉害 他没有什么荣耀的 他觉得这个孩子 神给他的这个命令 完全使他只有损 没有意义 那哪来的喜乐呢 你看他这很关键的是 我心尊主为大 现在弟兄姐妹 如果你的心不是尊主为大的 你很难以神为大 如果你的心是尊神给你的赏赐为大的 你的心也只会为神给你的礼物而乐 今天有礼物就开心 今天没礼物就难过 所以尊主为大 心里要以神为满足 这是玛尼亚所做的 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怎么才能以尊主为大 以神为乐呢 前面讲过 神做了这样的爱 那我们下面看 第二件 就是以神为福 以神为大是指我们的聚焦中心 就我们聚焦中心是你的孩儿啊 是你的配偶啊 是你家庭的财产啊 还是你的事业啊 还是世人眼里的尊贵啊 还是主自己呢 那第二件事 以神为福是讲你的价值观 在诗篇十六篇里面 他说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悲中的份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用神粮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加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因此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第九节 对吧 说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这是以神为乐的一个 从心思意念到外在 所有完整的描述 但是是因此 因为什么 所以前两句你要看 就是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的悲中份 他量给你的地界 你觉得满足 是加美之地 我记得 人是很容易受外界影响的 我曾经说过 我跟张俊其实 都不会很喜欢小孩子 喜欢也是喜欢别人家的小孩子 就是玩一玩的小孩子 但是当大家都觉得 你应该生孩子的时候 我们也去试过 然后不成的时候 我们俩都属于比较顺利的人 就觉得不成一定要成 对吧 然后还不成的时候 最后别人就告诉我们 你们可以去看中医 看谁是谁介绍的中医 中国介绍的中医都有一个名字 叫宋子观音 都说 你们去看那个人宋子观音 我记得我们家俊阁就当时跟我说 那观音送来的儿子 到我们家还不祸害吗 当时我觉得那不就是一个名字吗 那先送来了 咱再把他教育成神的儿子 不也行吗 对吧 张俊说 不去 钱是小事 你因为国内嘛 特别他妈妈 主要他妈妈特别要孩子 这些钱他都可以出 但张俊说 凡是什么要 祈求一个菩萨 祈求观音 祈求这些 非我神以外 给我们的好东西 都会成为坏东西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想过 魔鬼撒旦诱惑耶稣 就是说 你拜我 天下的一切都给你 那耶稣 按你来说不能想一下 那我就拜一下嘛 天下一切都给我 那颗我的救恩 我的国度不就传道容易了吗 那耶稣就可以成为 最大的国教领袖 是吧 而且是多国国教领袖 但耶稣没有做这个事 他说我单拜我 我的事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今天 单单只要神给你的吗 你今天单单满足于 神娘给你的疆界吗 也许就一个厨房 也许就一个仓库 也许就是有些教会 就是四五十人 我的牧师 我非常尊重的牧师 带领我的牧师 诸见牧师 很有才 生命也非常好 是我见过的牧师里面 我觉得生命非常好 很佩服他 他 那个教会 因为那个地方 就是学生来学生去嘛 永远五十人 永远五十人 那你说他做了多大事呢 他愿意满足于这个疆界吗 我曾经跟神说 我希望做宣教士 四处去宣教 哪怕越边远越好 因为越边远越好玩 对吧 我是特别贪玩的人 那神大部分时间 都让我坐在书房 一写一天 一写一天 这两天正在吃腰椎 腰椎出问题 他的疆界 他给你的环境 是你的喜乐吗 他给你的东西 是你的满足吗 这就是我们说 以神为福 你是以世上为福 让神来帮助你得福呢 还是以神自己为福呢 第三就是到神面前 你尊主为大以后 你学习思考 你能不能满足于神所给你的 你看那个是福气 你不要按世界上的标准 来看那个是什么 你的评价标准要改变 然后第三就是到神面前来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 好引导我 读经的时候要去做这个祷告 祷告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 好引导我 带我到你的圣山 到你的居所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有这首歌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 我的神 我要谈情称赞你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来读 第四节 第五节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 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 神啊 我的神 我要谈情称赞你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造反 应当仰望神 因我还要称赞他 是我的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读这两句经文的时候 你常常当你心里不快乐的时候 你要喊自己的心 我的心啊 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转眼仰望耶稣 当你仰望神的时候 你就称赞他 为什么你仰望他 才能称赞他 你仰望他 你才能看见他的容颜 他是我们脸上的荣光 你觉得你的生活 你今天的处境 你现在的状态 没有荣光吗 不是 耶稣基督上帝是你的荣光 是你脸上的荣光 所以你可以扬起脸来 在这个世上 再没有人 比你脸上的荣光 更加有荣光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所以当我们回到 罗马书五章十一节的时候 他最后这节就总结了 刚才我们说的 是如何以神为乐 不但如此 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 与神和好 也就借着他 以神为乐 所以与神和好的目的 因为我们与神 信嘛 借着信与神联合了 和好了 中间那个死的墙拆除了 不是说不死就是目的 永生还不是目的 永远与神 快乐的神才是目的 是吧 如果你苦难地生着 我曾经想过永生 我想哎呀 这个人啊 活这辈子 我现在看着人 都要活到往一百岁靠牢 其实不瞒大家说 我是 虽然我是个乐观主义 但我现在常常觉得 这一百岁太长了 后面的日子身体也不好 走也走不动 吃也吃不下 真是除了祷告 也没啥事可做了 你如果不能以神为乐 你要活到一百 还要往上活 然后在永生里面 待在一个天堂 周围人都在敬拜赞美 然后就剩神了 也没电视了 也没手机了 也没麻将了 也没有可以去干点坏事 也没有传传八卦了 你多痛苦啊 大家想过这件事吗 所以与神和好 在今生还不是目的 以神为乐才是最后的目的 当你以神为乐了 天上地下 唯有我的神的时候 你才愿意与祂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我们思想神的恩典 就能使我们行乐 就是思想祂的作为 祂做过什么 祂为我们死啊等等 第二呢 思想神的同在 让我们喜乐 就此刻 我在各样的艰难中 神都在我身边 神都爱我 所以思想神的同在 然后盼望神的荣耀 就是神的所事 就是祂的荣耀 才能让我们喜乐 所以我们喜乐的三个 总结起来 就是神的所为 神的所在 主啊 除你以外 我们在地上 还有谁可以 好 除你以外 我们在天上 又有谁是期待相见 我亲爱的阿爸天父 除你以外 谁能在身边 被我们插干 除你以外 谁还真知道 我们心中的忧伤 除你以外 谁是我们的高台 除你以外 谁是我们的避难 谁 除你以外 谁 能让我的罪 远离我 除你以外 谁 是我心中的 喜乐 亲爱的阿爸天父 在今天这样的光景中 这样弯曲 背离的世代中 你看见每个人 看见每一个人心中 不能向他人 述说的悲伤 看见每一个人心中 不能向这个世界 展露的那些伤痕 那些无奈 那些软弱和绝望 我主 你都看见 即便他们在各样自己造成的罪中 如你也此刻对他们说 我已经为你的罪付了代价 我已经为你这个罪人死在十架上 你此刻是父的孩子 你此刻是天父所喜悦 亲爱的阿爸天父 此刻你就来将你的心 将你的平安 交换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你伸出你的定狠的手 你得为今天在这里听到的 每一个人心上 我去伤害 你说忘记背后 努力灭起 因为在我们前面 不是别的标杆 在我们前面 是我们的救主 坐在父的友谊 在我们前面 是我们的圣灵 带领我们 越来越认识 越来越清晰的主 理在我们 无论我们今天 在怎样的光景中 我们都可以 从此刻成为心照的人 来跟随我们 共同主耶稣基督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